哈喽大家好我是塔堡店主企业手座 那今天我们录一款这个转营手型的一个 呃教程啊 这款的话呢呃有两种扣头 一种的话呢是这种呃周深深款的 那一种的话呢是这种不锈钢的 这个的大家需要什么款式的 这个扣头都可以换啊 如果说没有备注留言的话呢 就是按图片发布 那这种的话呢是 按这里 然后拿出来这样用里一按就好了 这款域非常好啊 转营手绳 戴上手上也非常好看 那这种的话呢就是不锈钢 不锈钢的扣头 它是直接拉开就可以的 那我们收到材料包之后呢啊 还有这个旁边器对吧 大家收到旁边器是这个样子 然后呢你看我一直用的这一款的话呢 你们收到之后要在这里捡一个长方形的一个小洞 那这个洞呢不用太大 刚好可以放入你的这个线就可以了 还有这一款的话呢 这款旁边是唯一一款是没有管子的啊 不锈管子的 它直接线就会把它变好 然后呢我们从材料包拿出主线 对不对 主线还有这个三股细线 那么把这个三股细线呢拆开来 这个三股细线呢 我们把它剪成三份 去做一个烙线啊 我们先剪三分之一 先剪下三分之一下来 然后我们把这个主线拆开 然后把这个线对齐 对齐之后呢 我们把这个三股细线拿在手上 像这样呢 对着一个圈出来 然后放在这上面 放在上面之后呢 我们把这根线 这样向左 去转 向左转圈 边转的时候呢 我们边拉紧 转好之后呢 我们再把这个线 这里有一个圈对不对 我们把这个线呢 从这个圈里面穿过去 最后我们拉这根线拉紧 这里的话 如果说你没看懂烙线的话 对吧 你就把它绑好就可以了 往后面的烙线 我会详细讲一下 我们把旁边去翻过来 转了一个洞之后 对吧 我们把这个线掏出来 那这里呢 需要大家用一个夹子 弄好之后呢 用个夹子把它固定住 固定好之后呢 我们接下来开始排线 这个是挂线啊 有的宝宝说 哎 我拍了 不是你这个白色加黑色 我拍的是红色 对不对 加黄色 那这个怎么挂线啊 那我们可以看到 你不管是拍的哪一款 他就是两个颜色组合成的 对吧 比如说这个举例的啊 这个例子是黑色加白色 那这一款的话呢 是黄色加红色 我们可以发现 线多的 我们就挂在下面 对不对 线少的 就这四根 我们就挂在上面啊 还有一个的话呢 怎么去挂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数字 对不对 我卡什么位置 卡什么数字 你就卡什么数字啊 很简单的 这样 卡上去就可以了啊 那这个是挂线角吧 排线排完了之后呢 我们接下来就是走线了 走线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到 以异为顶点 对不对 我们拿左边第一根 拿到最后面这里 挂到最后面这里 那继续向下呢 也是第一根 永远都是拿第一根 挂到最后面 然后继续 还是第一根 拿到最后面 对吧 那这也是第一根 拿到最后面 就一直这样循环下去 啊 这是一组做完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继续走 对吧 还是第一根 挂到后面 对吧 这里也是第一根 挂到后面 然后呢 这里也继续 第一根 挂到后面 对吧 那这里也是啊 第一根 挂到最后 继续 第一根 挂到最后 就是这样一直循环啊 编到你所需要的程度 那我们开始来转盘了啊 就一直这样走 转盘 转盘的话呢 我们是这个顺势针转盘 这里要注意的话呢 就是我们编的时候一定要拉紧一点啊 然后呢 还有一点就是走起圈 一定要往后拉 其他事情对吧 再拿起来的话 我们应该如何走线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话呢 其他几组对吧 都是没有线压着的 啊 这一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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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没有线压着的 但是唯独这里 我们可以看到 有一根线压在这里 对不对 那我们就是 啊 走 被压着的这根线啊 这一根 它被压着了 那我们继续向下走对不对 哪里被压线了 我们就是走哪里啊 这款就很简单啊 就一直重复这个动作 变完就好了 这一根线压着呢 这一根线压着呢 就一直重复下走 这一根线压着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就一直转圈圈啊 一直转圈圈就变完了 一定要注意啊 转圈圈转几圈之后呢 这里拱起来对不对 那我们要及时把它拉下去 他现在是这样子 我们往后一拉 对吧 拉在这个洞里面去 强度变好之后呢 我们把它拿下来 然后把这个线呢 拆下来 拆下来之后呢 我们握入前面啊 烙线的话呢 我们这里要注意 我们不是烙在这里啊 烙在这个没有编在这里 我们继续把剩下的这个三股细线 对吧 我们剪一半下来 刚才剪了一份 这是第二份 这是第二份 继续 我们把这根线呢 对着一个圈啊 对着一个圈之后呢 我们放在这上面 对吧 从这里开始了 这里慢多重的颜色啊 向左 向左一圈 一圈的拉过去 好 到的时候呢 拉紧啊 那这里的话呢 烙一个两厘米就可以了 不要拉太长啊 到两厘米就可以了 然后把这个线呢 穿过这个圈里面 那之后呢 我们拉这里 最后呢 我们把这根线 跟这里剪掉 做一个烧粘 剪掉 那同样呢 这边 我们也 啊 做一个烙线 那这里的话呢 我们直接这样拉一下这里啊 然后把这个拆 拆下来 这根线的话呢 其实是可以继续用的 如果我说你们 不用的话呢 用刚刚那个最后三股细线也可以啊 同样跟刚刚前面一样 我们把这股线呢 对着一个圈 放在上面 然后我们向左 一圈 一圈 一圈闹向左 闹的时候拉紧 一样的闹两厘米啊 穿过这个圈里面 把这里拉紧 把这里拉紧 同样的 我们把这里这里都剪掉 做一个烧粘 弄好之后呢 我们接下来滴胶水 对吧 滴胶水 这种的话呢 这种扣头滴一滴就可以了啊 用这个胶水滴一滴就可以了 不修钢的 就滴一滴半就可以了啊 千万不要滴多 我们滴了胶水之后呢 然后放进去 然后这里要等它干了之后 我们再倒过来 然后在这里也是滴一滴胶水 胶水滴好之后呢 我们把它 穿进去啊 那这样的话呢 一个手绳就变好了啊 那这样的话呢 一个手绳就变好了啊